今天的JC1 Plus 有介于邮轮旅客或者是船员感染武汉肺炎的案例变多 因此我们的指挥中心决定了 要禁止国际邮轮填靠在我国的港口 好 现在就有个问题了 那如果说上面有我们台湾人怎么办呢 陈时中就说了 船上如果有国人的话会尽量准许入境 不过当然要居家潜意两个礼拜 为什么这么担心呢 就是因为传染力真的很强 所以对中国大陆的宁波 有一名56岁的男子 他的菜市场跟另外一名患者近距离接触15秒 两个人都没有戴口罩 结果该名男子就成了新的确诊病例 现在已经隔离治疗 现在所知该名患者曾经密切接触过19人 现在都已经实施集中隔离了 而另外现在病毒的源头也有消息了 现在传闻说病毒是从武汉的P4生物实验室流出 而武汉的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益 他年纪轻轻就位居要指 也成了议论焦点 不过这个时候美国的参议员就指控说 中国大陆中国政府一直撒谎 导致这回的疫情失控 他甚至表示说病毒就是从武汉实验室 泄露出来的生化武器 不过是不是中国官方刻意泄露 这个案件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证实 不过有一件事情导致真的假不了 就是全球的股市因为武汉费年疫情出现了震荡 如果你是投资人的话应该相当有感 不过前天世界银行的总裁马尔帕斯 他就预告了 他预告说世界银行即将要下修全球的经济成长 那现在呢只是预测 会不会真的直接往下跑 还不得而知现在是预测 但是换句话说呢 他认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可能不会好到哪里去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新型的冠状病毒在中国夺走了百条的人命 而且导致很多的店家呢 是暂停营业 甚至还有封城的状况 前两天其实我们就告诉你了 很多工厂被迫关闭 就连鸿海也有可能会被影响 而且很多省份的停工时间其实不一样 到时有可能说 A工厂开门了 需要B工厂的原料 但是B工厂的原料来不及补 那整个制造产品的进度都会往后拖 所以现在呢 瑞士银行其实早就已经公布了 第一季全球GDP年增率的预测 将会从3.2%下降到0.7% 这将会是史上最低的季度增长之一 所以这个时候呢 活络市场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了 所以在中国的财政部 在今天是发布声明了 说国务院的关税税责委员会 同意要把美国进口大约751的美元商品关税 税率减半 好账面上呢 是说呢 要跟中国大陆还有美国这两个国家 经贸关系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 那时间呢 会是从下个礼拜开始 2月14号的下午1.01分开始 那就会针对原本呢 第三批美国关税的货物调整税率 那原本呢 克10%的会调整成5% 克5%的会调整成2.5% 那官方其实并不是穷紧张 因为现在呢 影响到的产业其实非常之多 除了科技厂还没有复工之外 我们其实呢也跟你说过了 包含像是餐饮业 大家不敢出门 那大家不敢出门吃东西 那谁还会想去买精品呢 而另外汽车 Tesla呢在中国下令关闭上海厂之后啊 这Model 3的产量呢 可能会至少延期一到两个礼拜 我们刚刚说的延期可能是交车的时间 那当然就会损害到三月份的季度利润 那当然回过头来还是看 也会影响到台湾人 有些在中国大陆设厂工作呢 可能到2月10号都还没有办法开工 那因为呢 非地区级的人士呢 要隔离14天 这让现在当地的工厂全部的人力 大概就只有15% 好你想想看一间工厂里面只有15% 它的产能是能够高到哪里去 那就是刚刚跟你们说的电动车的龙头Tesla 其实最近股价都创新高 但是最近还是踢到了铁板 当然就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升温了 上海厂被迫关闭 那接下来呢 它的股价还跌了17% 这件事情也创下了特斯拉史上第二大的跌幅 不过最近也有一个地区十分的尴尬 就是武汉肺炎在香港所爆发的案例 所以现在香港全境都在关注 林郑月娥特首它的防疫能力 结果没有想到 它对于病例最多的中国 不仅没有采取强异的封关手段 甚至在出现死亡个案之后 还是采取挤牙膏式的封关 这让香港将近9000名的医护人员 是群聚抗疫 一例又一例的确诊个案 甚至还有39岁的死亡案例 除了把香港人催出门抢口罩 冬关高冬 一体约了 同时还有什么 我们在她的选择认识论 或认为不是跟NK星星合成的认识 我们要求她解决这个情况 以外出的祝福我们 和谈论我们 防犯武汉肺炎疫情 刚否连居家隔离的电子手盘 都拿出来用 但防犯境外移入的方针 林郑再怎么被三催四起 就是不愿意对中五星团 上次做完的措施的效果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数字 是显著的 1月30号凌晨 林郑新关闭了 红刊屯门等六处路牌口案 年间疫情渲染 才加码在4号凌晨再观四处 一份资料数据显示 香港的总出境旅客 的确少了67% 但港府关于扇门 却把其他的窗户给打了开来 就在加码当天 中旅巴士公告 新增深圳湾直达香港的班车 港媒报道 二次限度封关后 从深圳湾入境的中国人次 反而上升了48% 等于想逃离中国的 换个口岗逃就好 我们跟内地真的很紧密 两地人民的交往 是很多元的 所以一刀切去做一些事 带来的影响是大 关系警力 正是前线医护人员抗议的原因 九千多名医护人员 在医管局举起标语 进入第二阶段的罢工行动 其实我们现在站出来罢工 不只是说可以医治 或者是帮助病房的病人 那么简单 我们估合的是 全香港人的健康 但是当那个源头 不能停止的话 我们是做不到 医护人员冒险抵抗病毒 政府却还对病毒敞开大门 香港人民利益总被当手垫背 难怪瘟疫当前 还是有逆拳运动人士 尚且搞怪 基层卫生人员加班消毒 社区区管也拿起喷管 人民求民生用品 连厕股用纸也封抢 人民赖以为生的市场 卖野味生意确免茶 武汉肺炎让港人生活变调 但哪怕如此 大脱的思路依旧独树一格 我当然不认识 已经在左课备 是什么 伤消毒 索利云 在右课备 现在对着